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2年的,今天是2月11号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的多伦多这里 两个比较值得投资的性价比非常高的 这两个盘子都在North York 还有呢,节目的第二部分呢 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最近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收到的这个Alias Condo 分盘的一些就是发布的一些最新消息 给大家update一下 还有就是在Brampton的一个项目 昨天晚上我们拿了第一批的单位 是VIP内部分盘的价钱非常的好 好,这就是我下面的节目 今天主要就是这两个部分 如果大家呢,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关注 我会每周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投资 楼花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 如果大家喜欢呢,可以点击关注 也可以把它转发给这个需要的朋友 好,今天我介绍的这两个盘呢 都是在North York 一个呢,是在Domios和Eglinton 一个呢,是在Allen和Wilson Allen Road跟Wilson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在North York西边这个Wilson Subway地铁站旁边的这个Condo 这个名字呢,叫Express 2 这个Condo呢,它是第二期 第一期呢,我们在三年前卖的 在这一片Tippet-Wilson 这个一大片Mass Plant Community呢 它是开发商 马利波呢,已经买了很多的D之前的Southside Express 1都是它开发的 所以这Express 2呢 是它在这一片开发的 几乎是接近尾声的一个项目之一 这个项目为什么我觉得推荐呢 因为首先它持价非常的低 只有1200到1400一尺 第二个呢,它是现在目前为止 所有市面上的盘里面 离D前最近的一个盘 走路呢,只要两三分钟 因为它这里前面有一个公园 公园有个Shortcut 这个开发商会在这里 做一个Shortcut 直接通到这个Wilson Subway 就不需要绕到这个Wilson这条路上过去 如果大家对这个盘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联系 因为这个盘的周围呢 还会有很多大的开发商 比如说Tridale 比如说我们去年卖的Collective 已经卖完了这个Nordic 就在这个Wilson跟Allen的北面 这些盘呢,有的盘已经卖完了 有的盘还没有开 比如说Tridale在北面要盖9栋 至少9栋以上的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开发区 就是在Wilson以北 所以的话在这里 Wilson以南跟Allen Road的这个东南角 这一片呢,现在是最好的 一个最前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 因为它离地铁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位置 之后开出来的盘呢 不会有离地铁这么近 就是如果北面在开盘的话 Tridale的那几栋楼开出来 因为它这一片呢 是属于这个Yorkdale Mall附近 这一片是属于这个Bocco Downsville Park 这一块是属于这个政府的 Revitalization的项目 也就是说政府会花大 大笔的资金在这里会重建 这一片包括这个公共一些公共设施 道路 Bicycle Line 还有一些就是周边的一些公共设施 政府都会重新的去规划 所以这一片呢 在今后的几年内呢 变化会非常的大 这是介绍的第一个Express 2 这个呢 它的开发商马里布呢 定价还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价钱定的不贵 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完全开盘 现在我们是在帮客人预定 马上就本来是一月底要开盘的 它现在就是拖 就是delay了一下 所以呢 估计是下周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Sample的互相图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盘 它的定金支付方式呢 是在740天付这个20% 这是第一个盘 第二个盘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我们再看这个Domio跟这个Eglinton 这里东南角的这个Metropark 这个盘呢 是10号已经第一波 我们有单位了 我们有些客人已经拿到单位 是VIP的分盘 它现在还没有open to public 也就是说 现在买这个Metropark 也只是内部在拿单位 保证是第一批单位 都是非常价钱便宜的 这个Metropark呢 它的地理位置不用说 Domio跟这个Eglinton 这里呢 现在马上会通车的这个LRT Cross Line 还有这个今后会通车的这个Ontario Ontario Line 都会通到这里 Ontario Line的这个Sign Center的这个Station 就在这栋楼的 过了马路就是 所以的话就在马路的西边 在马路的东侧 就是这个Metropark的Condo 这MetroparkCondo呢 是有这个 有着60多年的 这个开发经验的一个 一个大型的一个开发商 它的这个是应该来说是第三代了 所以第三代的这个 人在接班 在做这个项目 所以呢 这个项目 这个开发商的资金 这个开发商是DBS Development 它的资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Domio跟Eglinton这一块呢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项目 它之前呢 这个开发商在周边和别的城市 也开发了很多 是本地的一个开发商 就是说 不管是从质量也好 从这个价位来讲 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开发商 这个房子呢 是2026年交接Metropark 它的总共楼层高呢 是37层 朝东呢 是可以看到这个Dom River 朝南呢 是一片公园 朝西呢 就是Science Center 它步行走到这个Domio跟Eglinton地铁站呢 大概10分钟左右 10分钟到15分钟 也是非常 这个盘呢 它的定金支付非常的优惠 它只有5000块钱的 这个Sign In的这个Bankraft 剩下呢 在540天之内 你只要交起15%就可以 然后呢 剩下的5%是在这个Occupancy的时候交 所以这个Metropark 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 在Metropark 跟这个Wilson的这个 Subway旁边的这个Express 比较来看呢 从价位上来看呢 这两个盘是差不多 但是从这个投资回报 就是说 一个呢 是比较近期一点 因为Wilson 它毕竟就是在Subway旁边 而且它通过约克大学 也只有两站路 往南一站 就是Yokdale Mall 所以这里呢 你如果投资的话呢 25年之后拿过来 就立刻可以出租 因为它的这个地铁已经盖好 但是在Metropark这里呢 Ontario Line呢 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 但是LRT呢 也是马上要通车 而且呢 这个Metropark呢 可能离这个地铁站的距离呢 比这个Express 2 离地铁站的距离 略微远一点 因为这个Express 2呢 它直接是一个shortcut 这栋楼下去 公园穿过去 就是这个地铁站 所以这两个楼盘呢 各有利弊 如果大家喜欢 或者有些问题 关于这两个盘呢 可以跟我联系 下面呢 就是再介绍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昨天晚上呢 我们这个Dual Condo 在Brampton呢 也是第一波的单位 已经有了 第一波已经有单位了 所以在Brampton的 这个Dual Condo呢 它呢 是在这个Steals 跟Huon Tarry的交界的地方 也就是今后的 这个Huon Tarry的地铁站 的最后一站 所以这里呢 以后交通也会很发达 所以大家关注 Brampton地区 前几期我也介绍过 Brampton呢 它是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涨幅 是平列前三位的 在这个安省这里 所以大家 之前投资呢 现在就是不要老盯着 这个马海华人地区 比较集中的 比如说Richmond Hill 马海 Vong Aurora 甚至Renew Market 这些地方的房价呢 已经涨得非常的高了 如果大家要关注投资的话呢 应该往周边地区 比如说Brampton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区 现在开盘的这个DUO Condos 我们现在还有单位 如果大家还想拿第一波最便宜的单位呢 可以立刻跟我联系 这个DUO Condos 在Brampton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消息 就是Alios Alios Condos Alios Condos 这是在Duntown的 它这个项目呢 是在金融机 在金融区 它整个是在Duntown的金融区这里的 一个非常的 应该来说是一个Luxury的 一个Condos 它是由这个Medicine Group Medicine Group开发的 这个是一个大的开发商 他们开发了很多High Rise 跟Low Rise 这个房子呢 它的定金支付也很优惠 只有在这个15% 在500天之内交期 这个房子呢 是在这个Church跟Richmond 45层479个单位 预计呢 完成时间是2026年 我们马上呢 就是应该有单位要分到 所以现在它这个房子的这个本票呢 第一张是1万块钱的本票 然后5%30天 5%120天 2.5%400天 2.5%400天 2.5%500天 是这么样一个定金付款的一个计划 这个是Duntown的这个Alice Condos 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 因为我们的消息呢 是从开发商那里 第一手资料非常的快 因为我们之前呢 卖了各大开发商的很多的项目 所以我们在它的新项目开盘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都是会在第一时间 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他们的户心图 内部的最新资料 包括一些开发商白金代理 给到的一些特别优惠 所以大家呢 如果要是感兴趣投资这个楼花 或者想要拿一个比较好的价位的话呢 应该是在这个VIP开盘期间买 之前我也有期介绍 VIP开盘买和买尾盘 到底有什么区别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单独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呢 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简单给大家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点击关注 也希望大家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期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